在这张报表 因为在这张报表 你要去证明它是 我们可以 可以证明好 可以做很多事 因为分析嘛 我觉得至少你要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检定 先不谈检定的话 至少我们有几个可以做的事 管理 管理怎么做 请问管理 你们要怎么做 管理 管理这个网站呢 大概 大概 我要去做一个管理的话 如何证明这个网站是活的 有没有什么想法 一直有人在使用 至少你要去说明这件事情 那你会怎么做 好 那请问一下 我的做法会变成是这样子 就是说那个平均 我先算出来 平均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平均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画这条线 如果这个月有达到 或者是没达到 可以至少去说明 哎 这件事情 这个网站还有人在看 或者还有人在贴我 好 所以呢 接下来 所以我们接下来来观看一件事情 画面借我使用一下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不是其实可以把 2016年的什么 这个第三季啊 拿掉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一段期间 也都拿掉 所以怎么拿掉会比较容易呢 再教各位另外一招 再教各位另外一招 这边有一个叫做交叉分析筛选器 交叉分析筛选器 其实就是资料的筛选 点选它 然后 请把 请把这个贴文时间 poster date 勾选进去 那你就可以去设定 我要的资料 其实是从 2016年的 第三季 好 2016年的 第三季 应该是 2016 斜线 7月1号 开始 到什么呢 到 2018年的 第一季嘛 好 所以 2018年的 3月31号 他不理我 2018年 他不理我 2018年 好 假设到这段期间 通常我这边一设定完 他应该资料就会马上变动 因为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这边的筛选 这边的筛选 我们确实可以这样做 好 筛选 例如说 我们的那个 这个意思 其实就是在做整个页面层级 就在整个页面 那 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报表层级 所谓 这个页面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档案 这个报表 可以想象成是 这一页 叫报表 好 那我们现在 现在 这边的话 如果这个不行 交叉分析筛选 不行 那我们就只好做这一件事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筛选 例如说 假设我只要2016到2017 好吧 那我们就选这个筛选 视觉化层级筛选 例如说 要大于或等于 因为我刚选择的是 因为我刚选择的是 进阶筛选 大于或等于 2016年的 7月1号 且 小于或等于 2018年的 1月31号好了 哇 奇怪了 都不让我去改变 真的 靠用了 靠用了 好吧 不过你们大概应该知道 我现在在说的意思 好 那我们来去看 那个管理线能不能画 例如 例如说 我现在 我想要去算出一个平均值 等一下我们再去算好了 这边 是不是800到1000 就是每一个月 大概 它的一个平均值可能落在 假设是900 900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希望呈现有一条线 所以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交过了 就是蓝位的控制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格式 第三个呢 也就是去画一些特殊的线 例如说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平均线 加入 好 那 在这个地方呢 你有没有发现 他就直接把所有所有 就是 这些数值 的平均 但是他不会以这边来去做计算 哦 对了 其实我刚刚讲错一件事情 因为我刚刚在这个地方针对轴做了一件事 还有印象吗 这边我是不是做了这一个 我虽然把那个筛选 我有做 我筛选是筛选内容 我筛选是筛选这些内容 可以吗 这些呢 可是请问我轴没有内容照样要呈现 因为这边的设定嘛 好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我稍微更正 这边这个轴 假设我先显示没有资料的内容 我先关掉 他就会 他就会怎么样 把那些没有资料全部都隐藏起来了 好 我的筛选其实可以不用做 我刚筛选 OK 其实在这个地方他就已经接受了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哦 好 他是用这个交叉分界 我其实比较喜欢用的是这个 因为这你可以自己调整那个时间轴距 对不对 你自己 会啊 例如说假设我把它更小一点 我只看这一点 他就直接跟着变 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在做那个 例如说好了 我们去看这一周跟上一周的差距 对不对 你直接画出这个就好了 而且他可以整个在报表里面做控制 好了 我还是要改回来 我的意思就是 请第一个点他 然后把这个poster date放进去 可是这个日期你可以自由去调整 那我调整到2017年的7月1日 2016年的7月1号开始 然后按一下Enter 让他做应用 他就会呈现 然后接下来 第二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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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们去画一个图 画一条线 这条线 这条线叫做什么 这里面 然后就画一条平均线 这个平均线可以当做是一个管理 可以去做一个说明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 我们现在哦 现在这个网站呢 有持续什么 不使用的可能性 可以吗 对不对 他是不是越来使用越少 从什么2017年第三季的8月开始 是下滑的 而且低于平均值 低于平均的使用 而且持续跟低于 你不能说从从2月开始 你不能说从第二季的Gene开始讲哦 你这样子讲就代表不是很公正 对吧 因为他可能这边涨了很多 就是使用的频率是很高的 那个时候我们办四大运嘛 可是四大运一办完之后 我们在8月这边开始哦 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低于平均值 而且现在已经1月23号了 对不对 2018年的1月 了不起只有一半 就是前面这个地方的一半 这都是可以描述的 好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吗 这条线重不重要 重要就变成一个 你再去让 让别人了解的事情 好 那就第一件事情 请用交叉分析筛选器 来去设定日期 设定你要观看日期 第二个 请你用 请你用这一张报表的这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应该就是辅助工具 辅助工具 然后去画一些线 好 亲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这件事情 这张工作表应该就叫做 这个网站使用率 这个网站使用率 的一个分析